字幕组 怎么那么响 开不开 他自己只能锻电 开不开 没电 如果是电瓶没电 那有些参花 你肯定忘记关了 但它自动断电了 这个位置呢 这里面响 开不了锁应该是没电吧 没电它会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车 我就觉得和我那个 其乐有点不一样 你这个有的是上锁了 它里面的电还是在供应的 但是它半个小时 还是一个小时 它自动断了 有一次我看你锁了 这个灯的还在亮 日行灯的还在亮 它会自动断电 这有个钥匙 其实我们这个遥控钥匙 上面隐藏着一个机械钥匙 它这里其实有一个开关 找了很久不知道怎么拆 小时候他说这样 搬一下就开了 我真的不敢这样搬 这样搬一下就开了 钥匙在这里 藏着里面 对开吧 插钥匙的地方在这里 藏起来了 在下面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我刚刚转一下它肯定已经开了 你确定它是不是没电了还是坏了 肯定是没电了 你看 我在点这个通电台那里就叫 那打开 你包得很好 这里面包裹得很好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响 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响 这里面有个喇叭吗 你看有老鼠在这里来过 有老鼠 老鼠屎 从哪里振的 下面下面都是空的 从下面上的 它不会把我这个电 电源那个电池咬坏了吧 之前那辆车就是这个电池 它到底里面坐窝 你搭一下电池试 这个你买过用过了没有 我自己没用过 刚才帮别人搭过 帮别人搭过 已经开了 夹住就行了 是不是没断电 其实这躺也是奇怪的 没有完全断电的 竟然能够上锁 奇怪 我上 我记得是 它这个车 它是 就算你不断电 它在半个小时 还是一个小时 应该是在 三十多分钟的样子 三十多分钟 四十分钟左右 它就会 它检测不到钥匙 它会自动断电 就是你在开电的球下 它也会自动断 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情况 这什么原因 我这个车是 你如果不断电 锁不上 它会一直报警 锁的时候它就报警 你先启动 先发动 充一下电 等一下 电不够 怎么不亮呢 按着不放 关了吗 试一下吧 现在来到车内 现在是它 这显示有什么故障 现在显示是三个故障 可能是 应该不可能 它是电瓶没电的 为什么它会有那个故障 它就是没电的 它检测不到 看你现在再试一下 现在再试一下 我再试一下 估计是 那个电还是没进去 试一下 你刚刚怎么 你刚刚怎么这样 我就挂了批档 没想着拿总电 没电 现在是好像启动启动 那是不是开了还是没开 这就是这样 没搭上电 它现在是 98% 它现在 我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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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行不行 刚刚又试了一下 亮了 不亮了 然后开一下这个应急电源 它也不亮了 可能应急电源没电了 先充一下电吧 对应该是没电的 应该就充一下 现在把它插上电了 它显示是只有1%的 再充电 这个电是彻底的耗完了 说明实际上要保证25%以上 才能启动汽车 难怪不够电 那我们刚刚是把它插在那个 汽车的电瓶上来 显示它这个电量是百分百 有可能是它那个电瓶的电量回流了 导致它这个显示的不正确 也可能虚电 就是假电 也可能是虚电 因为很久没用了 它可能它应该会自动放电 咱们把它先充到百分之四五十张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你先借它吧 可以可以可以 之前确实是没电的 显示虚电百分之九十九 实际上是没电的 所以现在充了一会就可以了 那赶紧撤掉 赶紧撤掉 打响要赶紧撤掉 打响要赶紧撤掉 盖起来 可以就是这个问题了 我还以为是那个不行了 现在是没有故障 那应该是电不够 总算是把车子给打响了 它这个说明是要充到百分之二十 但我们时间有限天气快黑了 充到百分之十三 但是还是也是可以把它打响的 通过这个事情 所以给了我们两个教训 第一就是下车是一定要检查 那个电有没有切断 以前也是也是太大意的 可能以为它会自动切断 但是它有时候可能偶尔会出现 它不切断电的情况下 但是导致我们的电瓶 电量耗光了 还有是在家里面 要是在外面我们就完蛋了 这个也是跟小树借了 它的一个应急充电的 再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咱们这个应急充电 这个东西 如果是很长时间没用的话 一定要记得 或者是半年充一次 或者是两三个月充一次 我们用的时候 它显示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但是实际我们打火的时候 就是打一次都打不了 我打到一半的时候 它已经电量已经没有了 这买了一年多 我才充一次电 所以咱们手里面有这个东西 赶紧要把它充一下电 要不然等你真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它就派不上用场 但是这个还是有用的 就是刚刚充了一下 就是直接接上去 直接打火 就能打得着 所以我是长途旅行的朋友 我觉得要必备一个这个东西